4月3日这个地震的相关报道很多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叫主尼器的东西 一般来说地震的时候 你所带的楼层越高 那摇晃的程度就越厉害 4月3号地震的时候 我在4楼就把我摇的头都晕了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呢 101那样的高楼 那左摇右摆的 不就要把人给吓死了 结果不对啊 地震的时候啊 101还是蛮稳的 当然原因有很多了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101在它的87楼到92楼之间呢 设置了一个重达660公吨的阻尼器 建筑物受到外力开始摇晃的时候呢 阻尼器会在反方向给出一个作用力 让摇晃的程度呢变小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 往往会希望报酬率能够高一点 那很不可避免的 你必须接受市场的波动 尤其是你对报酬率的要求越高啊 你所选的标的呢 上下波动的程度呢 那就越大 这样子才有可能能够达成你期望的报酬率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跟建筑物一样呢 加装一个阻尼器啊 让整体的投资绩效呢 不要波动的太厉害 当然可以啊 最常见的做法呢 就是在投资组合里面呢 同时配置股票跟债券 而且呢这两项资产还维持某一个比例的平衡 举个例子来说啊 你有100万 70万呢买股票 30万买年息4%的债券 一年之后啊 股票大涨 70万变成90万 那债券呢 30万的本金呢 加上一年的利息呢 总共是31万2000元 股票90万加上债券的31万2000啊 整个投资组合变成是121万2000元 但是呢 股债的比例呢 很明显的不算是7比3 这个时候你要把一部分的股票卖出啊 把股票的部位降低 让股票跟债券的比例 重新回到7比3 如果另外一种状况发生啊 100万的资金 买了70万的股票 跟30万的债券之后啊 股票下跌 是指从70万变成60万 而债券还是一样 收到4%的利息啊 那很明显的 股债的比例呢 也不是原来的7比3 这时候你要把债券的一部分钱呢 拿出来买进股票 让股票跟债券的比例呢 重新回到7比3 上面讲的这种做法呢 就叫做股债动态平衡 跟100%的钱呢 全部拿去买股票比起来 赚钱的时候呢 会赚的比较少一点 那赔钱的时候呢 也会赔的比较少一点 也就是让你整体的投资报酬率呢 能够走得稳一点 而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那问题是呢 你需要做这样的股债动态平衡管理吗 跟一开始我讲的101大楼的阻尼器一样啊 你是高楼 你的钱很多 你多赚个几个亿的 你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吗 应该变化不大对不对 这时候你的资产的安全跟稳定呢 对你来讲 应该是比赚更多的钱呢 还要重要的多多啊 但是如果你的钱 就是几十万一两百万的 亏个10% 亏个20% 只要你的工作收入没有中断了 日常生活开销能够维持 你就忍耐一下 几个月几年之后就涨回去了 你就是一层楼的平板 或是三楼半的透天错 不需要什么样的阻尼器了 为了让报酬率更稳定而去配置债券 真的没有必要 有专家说呢 如果你是30岁 股债的比例呢 应该是7比3 那50岁就是各半 而70岁就是倒过来 股票债券的比例呢 变成是3比7 这个做法呢 是错误的 不要听他的啊 根据一份基金公司做的调查报告啊 50岁的投资人呢 他的投资配置啊 比30岁的人还要积极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间的压力啊 50岁以上的人呢 已经很接近 必须退休的年龄 退休金的准备呢 很明显的不足 所以会感觉到焦虑啊 怎么办呢 把投资做得更积极一点啊 不然还能够怎么办呢 看到这张图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积极的掌握人生啊 应该是在你的钱相对较少的时候呢 你投资要积极一点 等到你的钱累积到你的buyer number 也就是足够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投资呢 就要更保守一点 更注意安全 而不再是追求赚更多的钱